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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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声出烟雨万千生命 莫论心动与勇续细细相关 还要素揚重药心提醒甜甜 让每口目与明来得更捉心 周圆海洋文化展映女歌 今夜隐隐警察曾交信心 无法用准言与海洋发心 每歌唱你唱出电器细片 作诱动海洋的波澜壮困 你的眼界拥有海洋光彩 当我们坚持成为海洋之子 海洋必拥抱我们如家乡 来自时针泉起 热情参与 南谈暴雨又像海洋生物 接近海洋到雨推广无数 每行主题都值得被呈颂 入围就是最白的骄傲 小朋友和爸妈们唱起了梦想 彼此都热爱海洋暴雨行动 未来共生的美好就此展开 在摇动海洋的波澜壮阔 你的眼界拥有海洋光彩 当我们坚持成为海洋之子 海洋的拥抱我们如家乡 海洋探索之旅 寻找下一个YouTuber YouTuber之心 对不对 主要就是要画影片评赛 对不对 大家都是小小YouTuber 希望说能够透过自媒体的影响力 对不对 那主委有没有想要鼓励一下 我们这个参赛选手 因为他们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得奖 来来来 希望大家都很紧张 主委是在帮我们加油一下 这是我们海洋树洛书长 那刚刚在路上演 我还在跟他谈论说 怎么办怎么办 如果今天入围的朋友们 如果没有得奖 会伤了他们保育之心 不过他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160会参加 他们今天是吃对不对的奖 然后四十集入围 入围就是一种荣誉 然后入围的话 也就是被海洋拥抱 所以你也是未来的直播小明星 所以不必伤心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大家好 那我们昨天刚好搬了一个 海洋文化墙 好 今天要来帮颁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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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颁 海洋的视角 我要 我的面望就是 希望 让所有的台湾人 都是真正的海洋支持 那就是 我的眼界里面有海洋 我的心里面有海洋 哇 也谢谢书委队对大家的祝福 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影片 针件的主题叫做 如果我是海洋保育署署长 我们现在署长就在现场了 对不对 那大家都有发表一些 自己小小的证件 还有我们华昌文 还有我们海委会的副主任委员 也来到我们会场了 欢迎欢迎 好 那我们是不是先请署长 应该有看一些我们的入围作品 对不对 都有看都有看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很不错的作品 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不可以报雷 讲得好 对那是其实今天现场有 前海洋 海洋保育署署长 那我是现任的署长 那我相信等一下有一大群 有可能是 是现在的小署长 但也有可能是未来的署长 那所以其实今天的议题 像这个圣诞树的声音一样 其实真的希望他们都不断的 这个想到不同形态的这个声音 所以其实在今天的听里面 有非常多很棒的 有从海草的 有从海肺的 有从关心渔业资源的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 气候变迁的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很棒 看到这么多的声音 从不同的面向来关心 来爱护的海洋 好 也谢谢署长对大家的这个鼓励 那我们是不是也请黄副主委 因为我们当初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 当初我们还是黄书长这样子 那为什么有这个idea说 如果大家如果都是海报寿书长的话 对对对 没关系我来这边我来这边 对 大家都说我们是海报寿书长 我们要推动什么样政策 希望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现在能够换起大家什么样子的行动呢 好 谢谢 呃 海洋是大家的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 欸海洋照顾不好好像是政府的责任 就觉得欸你海报寿书应该做什么 你海偷应该做什么 但是我们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了解 认识海洋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我们取这个名字就是 如果我是海报寿书长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的时候 就设身准备去想 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那我们今天有千千万万的署长的时候 就可以把台湾的海洋拿进库的很好 那我们也很开心 看到很多影片有真的有无来的海报署长 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成果 谢谢 这个是前海报署署长 现在的海洋委员 国副主任委员 这是现在的海报署署长 我是海洋委员的主任委员 我们三个人都是女生 哇 我们很温柔的在守护台湾的海洋 记住我刚才讲的一句话 我们昨天颁发了海洋文化奖 今天要颁发是熊长下一个直播小明星的 海洋保育创意领奖 我的愿望就是要让所有所有的台湾人民 都有海洋的思想 都有海洋关爱之心 所以所有的台湾人都要是真正的海洋支持 非常感谢主委 副主委还有署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